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萨甲这个人物 萨甲 这个单词 本就有长篇小说 传奇故事的意思 并且在北欧神话中 更是有先知和看到的意思 这也和萨甲 在游戏中的测写能力 不谋而合 其实Reality工作室 在取名字这件事情上 是非常有意思的 有机会可以和大家详细聊一下 另外 萨甲的姓氏安德森 和游戏中 上古之神约队成员相同 这支约队后续会出场 到时候再做详细介绍 所以有人推测 萨甲有可能是乐队成员之一 托尔的孙女 在我找到的资料中写到 托尔有某种特殊能力 并遗传给了萨甲 变成了他的测写能力 所以才会把他和萨甲联系起来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并没有托尔的特殊能力 也许是我忘记了 欢迎在评论中补充 而萨甲的测写能力 则是一种类似于超能力的存在 当然 目前我在 U中所说的内容 是基于Remedy之前出版的游戏内容 以及《心灵杀手2》 到目前实况里的剧情推断的 有可能在《心灵杀手2》 后续剧情中 会公布萨甲更多的信息 也说不定 以上信息都是游戏前期剧情 所透露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游戏后续剧情 所揭露的人际关系 托尔就是萨甲的外公 萨甲的母亲 名为弗雷亚 父亲则是道尔 也就是门先生 萨甲在北欧神话中 也有同名的女神 唯历史女神 所以这多巴 也是该人物角色名字的由来 从后续剧情 并且可以互相在 意念之境中对话之类的 也包括不会受到 类似艾伦这种 通过写故事 来改变现实能力的影响 所以萨甲 以及安德森家族的人 才会坚持 萨甲的女儿洛根还活着